前的五月十六号 你在咱们学校的论坛里 留了一条评论 大概是凌晨三点左右 你看一下 还有印象吗 我们是想知道 你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回复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这不是我发的 咱们学校校园网的端口 是连到每个寝室的 我问过你的室友 那天晚上 只有你还在上网 你问了我的室友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师姐 你别紧张 我们真的只是想知道 你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 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 或者听到了什么 没有 我不知道 都是乱发的 刘女士 请你配合一下 这与今天一起 公交车爆炸案有关 你是谁啊 你们报警了 请您配合我们的调查 我再说一遍 这与今天一起公交车爆炸案有关 我跟您说 爆炸案 什么意思啊 我跟今天的爆炸案有什么关系啊 师姐 我就是今天那辆公交车上的乘客 这起爆炸案的策划者 就是王萌萌的父母 他们因为王萌萌的死在报复社会 这起爆炸案里有人牺牲了 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严重吗 希望你不要再隐瞒下去了 刘女士 关于当年的事情 如果你还知道什么 希望你能如实地说出来 我跟你保证 不会有人指责你的 你没一个个说的 清巧 你的保证能有用吗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我是你的老师啊 我当然要保护你啊 是 在学校 老师是能保护我 可是出了学校呢 如果这个保证有用的话 那当年王萌萌为什么还会遭受非议啊 我没记错的话 她的妈妈就是老师吧 你们也看到了 那个帖子上那些人都在说什么了吧 他们根本没有人会在乎你 会不会被报复 他们只会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你 所以说如果我的信息一旦泄露出去 那到时候被指责的就只有我 你们根本没有人能帮得了活 刘洋 我是是刑人支队的民警 我叫江峰 我向你保证 你的信息 警方绝对不会透露给任何人 你别紧张 我们今天来 不是想指责你的 师姐 其实你内心 还是想要说出真相的吧 突然你当年也不会那样恢复的 对吗 我相信你这些年 内心也一定非常地煎熬 所以说出来吧 我们一起把这个心结给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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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你是不是也在公交车上 如果我说的话 你能保证 我一定是安全的吗 我以我的职业向你保证 我真的是太害怕了 我根本没有刻意要隐瞒什么 我其实当时就想报警的 但是 我 我怕他会报复我 他是谁 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 他在猥胁我们吗 所以说你看到了 我不但看到了 我还拍了张照片 有照片 我无意间拍到的 还没得给发现 那个照片现在还在吗